各位老铁大家好 还有谁记得这个小鱼缸呢 咱们今天栽种水草 这个就是我家里面的大鱼缸 然后呢 咱们就从这里面弄水草啊 本着这个自产自用的勤俭节约的风格 从这里面呢 找一些散落下来的睡莲 这个就是睡莲开的花 我记得鱼缸里面以前有这个日本矮珍珠的 现在一颗都找不到了 可能是没有二氧化碳的原因吧 咱们现在就只用迷你牛毛 这个迷你牛毛现在也不迷你了 长得已经非常大了 经过这么一折腾 我鱼缸里面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整个全被污染了 现在来到咱们种草第一步 把这个水草泥先用喷壶给它喷湿 第二步就是整理水草了 这个好像有点太初级了 是吧 大家将就着看 栽种水草这就开始了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周边有水草泥的地方给它种满就行了 咱们栽种的比较慢 害怕这个水草干了 赶快再给它喷点水 栽种睡帘的时候 鱼缸里面我是已经加满水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睡帘它比较长 我害怕在里面是吧 被这些沉木什么东西给刮到 然后把叶子给弄烂了 所以加上水之后 我感觉这样栽种更方便 草缸弄完了 这个水还有点浑 咱们看一下我院子里面 这个香春树吧 香春芽快能吃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